今天有關新的新增的兩例 那安二七是北部80多歲的男性 那還有X8是50多歲的男性 那這兩位都是父子的關係 那安二七本身他是有高血壓糖尿病慢性病的洗腎病人 他們兩個都就近期都沒有出國史 那主要會發現這個群聚 是因為安二七就是父親那從2月6號開始有咳嗽流鼻水的症狀 那9號開始有這個發燒的情形 所以一開始在醫院就把他因為診斷是肺炎 所以收入這個單人的病房治療 那後來因為有出現呼吸急促的現象 在16號轉治家務病房 那20號因為有懷疑是結核病 所以20號就開始轉負壓隔離病房 那由於這個他先前也有驗這個流感那都是陰性 所以在21號他就通報了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一個送宴的入口 就是用擴大社區採檢的方式 那所以在今天確診那因為他的確診之後那同時他的這個兒子 也在昨天也是剛好在21號的時候也是因為有類似的症狀 那也就通報採檢那也是在今天同時在被確診為陽性 那這兩位其實他們家裡面還有這個 他的這個另外一個小兒子 那跟他的暗二七的太太 有知道說暗二七因為工作的關係有頻繁往返中國大陸地區 所以不過他最後一次的是從廣州回台 那但是在過年期間也曾經跟中國旅遊史的友人聚餐 所以我們這邊還在做進行詳細的疫調 那另外因為暗二七他在醫院有住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也有針對醫院的工作人員的接觸者 目前已經匡列了115人 那也從早上也從裡面也採檢了40人 就是針對這個可能的這個頻繁簽署的這個 醫院的工作人員做採檢